FDD真的是大件事了哦 什么是FDD的 就是FDS token FDS的平台币 大家好 我是奥村马来西亚最多米妹的男的8000match频道的 主要是讲赚钱 加密货币还有素费这些的内容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的感兴趣 记得点下订阅 分享然后再起小铃铛 这样子我每次更新影片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次接收到通知 然后第一时间观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这个bybit的话 马上通过我下方的链接注册bybit 可以享有非常多的信任福利之外 还可以免费进来我的telegram群组 如果你还没有进来我的telegram群组的话 恭喜你 你因为你错过了一些东西 你错过了什么东西呢 来我们进来看看一下 ok 在我的go 其实我sol的时候 在35美金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因为全部都在跌值 有sol在涨 然后我那时候分析 就看这sol有点怪怪的 好像强硬拉伸出货 感觉是这样子 过后我分析了 我觉得我可以做空 当我做空的时候 我来不及跟你们讲的时候 就已经200多%了 ok 所以我就迟了一点讲 我个人觉得他还是会在跌的 所以我就分享单出来 如果你有跟到的话恭喜你 从200多到300多到400多到500多到600多到500多到600多到700还没有到700直接993哦然后直接4回数 然后今天多少人呢 今天1065 然后最高去到前三前四 所以如果你错过了的话 我不用紧我时不时也是会分享的 但是前提是你要通过我的链接注册 bybit 可以享有非常多的信任福利 然后你点击了那个0过后 你会看到这里 Promo Code 或者你直接去bybit 你点三个四两条七 referral code 按三条四两条七也可以 最好是按链直接过去就比较不怕按错东西 明白吗各位 然后你注册了过后 顺便跟你讲哦 现在bybit哦 不再是4030的啊福利了哦 现在bybit 我觉得bybit的头脑有有点疯掉了哦 他kick 总价值30,000 30的新人福利各位 所以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 你还有还没有bybit 户口马上注册吧 如果你已经有bybit 户口了 不要紧用别的email 或者别的电话号码来注册 就可以享有这个新人的福利 ok 然后当然如果你要做kyc的话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之前之前你的 但是不一定可以要把你们你们可以试试看啊 因为他有些福利是要做kyc的吗 呃 你去好像你之前你第一个bybit的户口 比如你是用ic来做kyc的 或者driving lesson ok 你现在你可以在这里开一个新的户口 然后用passport ok 能不能过不清楚 但是可以试试看 ok 所以我们今天讲FPS大件事 然后刚才我也有在啊我的vip喊单vip的聊天记录就不不方便放在这里了哈 因为是vip的嘛 如果vip的聊天记录放出来就 就不是vip了嘛对啊 哈哈哈 ok 然后其实途中呢很多人一直问我vip的事情哦 其实我已经没有收vip了哈 你给我双倍的钱我也不收了哈 谢谢各位 哈哈哈 好 我不收vip了哈 目前 ok 我那时啊刚才就是22.122.222.3一直徘徊很久吗 这里徘徊好一阵子吗 我差不多在这里的时候我就跟我的vip说 如果跌破22的话 真的是可以去考虑做空的 听清楚啊 跌破22 ok 所以其实你可以挂单 一旦动到22马上开空 ok 果然你看哦 他短短 我刚才讲那句话才讲不到一下子罢了哈 只用三分两分钟的时间就差下来了 哦 所以有时候挂单也是很重要的 你看从这里 哦 一跌破22直接滑下去滑到15美金 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 所以这个利润应该吃了哈 就吃了 ok 然后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开空呢 22开空呢 也是有原因哈 等一下我分享原因 ok 哦对顺便跟你们讲一下 然后bybit还有一个好就是啊 你买现货的话 现在是零手续费哦 通过我连结注册的话 买现货零手续费哦 目前啊 有这个offer 所以你有什么现货想要买的话 然后又觉得哦 呃 别的交易费太贵了啊 哦 手续费太贵了啊 哦 可以进来bybit买 ok 然后至于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哈 币安清算期 FTT 手执行商 造成本身 FTS 有所反对竞争对手的交易 交易所 OK 毕竟 bybit是第一吗 FTT是FTS是市场第二吗 这是公认的吗 OK 然后他这里文章简单 就是讲说FTS意思是讲 Binance的坏话这样子 然后 Binance是不是为了报复FTS 在背后讲Binance的坏话 所以做了这个举动 不知道 但是 我能知道的就是 造成本他讲说 他已经卖掉了手上 或者准备卖掉FTT 因为为什么 避免 避免会发生好像LUNA的事件 因为他拿FD 呃他们好像是拿FTT来 FTT跟SOL这两个东西来质押而已 所以风险是非常的高啊 OK 只要FTT一旦有事情 整个 整个什么 整个FTT肯定是崩盘甚至归零了 所以他 非常担心LUNA的事件再次发生 所以他就直接卖掉 OK 然后我们再看哦 然后我们再看哦 币安FTS交锋死磨整理 CZ不掩乐风控清算FTT 称离婚不在爱 尤其是第一句 但币安的攻击从未停止 币安联合钻石人合一对事件表示币安不给无 币安不给无抵押贷贷款 听清楚啊 币安不给无抵押贷款 不参与交交易 不瞎买公司 不瞎花钱赞助 20%FTS的股权已经卖出 抬头做人低头做事 尤其是第一句暗示 FTS对阿拉麦达提供大量的无抵押贷款 OK 所以今天 今天很简单嘛 今天如果你要投资一个公司 还是什么 有什么抵押可以给我们 我们就可以投资 或者抵押多少我们投资 就好像今天我们跟银行借钱 如果你的身家不够清白的话 你要抵押一些东西 给银行 银行他愿意借你更多的钱 其实就 就是这样的道理 但是 但是FTS对这个阿拉麦达提供了大量的无抵押贷款 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今天你想想看 今天我们把钱放在银行 银行帮我们保管钱 然后银行也会把我们的钱借给 借给别人 然后 收利息帮银行赚钱之余 我们的save account也可以分到一些钱 这是非常简单的逻辑了 但是如果今天你存钱的银行 润润借钱给人 然后没有收底润等等 然后没有收底亚等等这些银行你敢不敢再放钱下去 你肯定不敢了对吧我也不敢了何况大家对啊所以我个人小小的建议啊就是因为现在FTS这个交易所呢在风口浪尖之中 我觉得测或者把币放在别的位安全一点点好这是个人建议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啊因为现在在风头浪尖吗他FTS被推到风头浪尖 所以他讲不会有事情不代表没有事情吗啊啊谁有哪一个公司每当知道自己有事情的时候 会跟大家诚实交代的不会的对啊你看从以前币券到现在啊从这一两年你看每次发生事情的时候啊每次都是主办人出来讲哦不会有事情的但是过了一天两天哦事态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FTS会不会好像Luna这样子明天后天大后天更严重我们不知道但是为了安全期间把你们的币哦转去别的交易所或者转去你们的人钱包或者热钱包这才是一个最安全的举动哦这是我个人想法哎 所以就好像之前哦我先不要讲说FTS啊我讲说币安之前马来西亚不能用币安的时候啊啊 什么不合法还是马来西亚 不知道某某个部门不给Binense在马来西亚做生意应该是这样的情况忘记了 那时候我都把我的SRP转去别的交易所啊 不是说不是说我担心说Binense会导是担心说啊 我的SRP到时候我拿不出来还是什么 因为我不能使用了嘛 我的钱可能还在那边但是我不能使用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币安FTS 西街宣布要抛光所有的FDD Alameda反向22块全收 ok 为什么我会在我的VIP群分享说哎 一跌破22块直接干干开空 好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想法很简单 今天今天我们要一个银行倒啊很简单罢了各位 你们觉得简单吗 如果要一个银行倒的话其实很简单啊 我们全部用户去那个银行把钱拿出来他就可以倒了 明白吗 所以说今天我们全部人去银行把钱全部拿出来的时候 那个银行 够钱吗不 不懂我我是觉得银行会很难应付啊 今天也是一样你看哦我看了这个新闻 我就觉得很好笑哦我讲 Alameda直接呛吗说22美金全收啊 所以说22美金是大家的心理的防线一旦跌破的话就是跌到很够力了 而且他而且我不知道Alameda有多少钱 但是我不相信他的钱多过市场的钱 明白啊我就不信市场的钱不够挤压他 市场的钱肯定怎样都多过他手上有的钱 所以你说22元他可能讲的是要收西价的22元全收 而不是市场 如果市场的话他根本应付不到 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会应付不到 所以我就觉得22美元 哦应该是可以做空 ok 然后 过后又有事情发生了 过后又发生FTS曾经提官延迟的原因啊 好看了啊开始出button了啊 提官开始延迟了啊啊 强调员工人均收入世界最高之一贴出东京 Miami巴哈马新办公室 我觉得在这样子紧急关头的时候 啊 提款延迟 平常的时候提款延迟我个人觉得还好 但是在现在风 凤桃佛塞的时候 你提款延迟哦 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 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发生 然后又 然后又分享说哦 哦他的员工是 收入世界最高的 然后贴出东京 Miami 这些办公室 我觉得没有必要 这个感觉就好像 哦发生很大的事情了 但是我要稳定啊 我的我的用户 所以po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 反而我觉得哎 是不是真的有问题了才需要po这些东西 这是我的想法 OK 因为我看过太多个 嗯 呃 给人家骂骂骂骂骂骂 骂到哦 过后就就讲自己几厉害 然后 开一个办公室哦很美的 然后去那边拍照一下 然后过几天就不见了 哦 好这样的情况我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当然我不喜欢 我觉得他不会是这样啊 他要导应该也没有那么快啊 但是不要忘记我刚才讲前面讲的话 就是当全部用户的把钱拿出来的话 你什么都不是 OK 然后CJS又出80亿美元的ETS的钱包 都是用户的否则跟 FDS FDS 否认 sorry 否则 否认跟FDS FBS FBS 开战 FDS 恐发生几对FBS F 霸气回 手上超过10亿美 现金可供所有用户提款 将 你们就你们要不要试试看全部提款出来 看他看他这个交易所会发生什么事 这是我的想法了哦 但是 当然我也不希望看到交易所出问题啊 因为 因为熊市大家已经很辛苦了哈 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 我觉得 整个市场还会再跌多一次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看哦 今天 只是FDS 没有 FDD FDD一个跌罢了哦 他一这样子插针过了5分钟10分钟 全部B都跟着一起跌 所以 所以谁带头跌 FDD哦 如果 FDD他又在跌的话 整个市场会不会崩 我觉得会啦 就好像LUNA的事情这样 如果今天 LUNA的事情没有发生的话 熊市很快就结束了 对啊 为什么 为什么熊市拖到现在 因为LUNA的事情 所以延长了熊市的生命 如果今天FDD又再来这样的事情的话 我熊市不懂会到几时 OK 所以我我我当然不希望这件事情会发生 OK 希望他 顺势利利啊 好啊 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点赞订阅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然后记得通过我的链接注册bybit 享有30,000 30的新闻福利 好 就这样子 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